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第六项保证 透过互信和努力 持续在各方面各阶层活跃迈进 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默剑也出席酒会 这是他上任后首度公开露面成为各界焦点 我认为首席是一个严重的领导的领导 我肯定她会继续带台湾到最后一段階段的故事 我同时肯定美国会继续帮助台湾成为最亲密的伴侣 为台湾选择其未来的路 酒会上特别展示MIT的高科技产品 在高硕态的介绍下 墨剑也带上VR装置试玩棒球游戏 而搭配棒球主题 代表处更请来旅美职棒投手陈伟英担任特别嘉宾 陈伟英西装鼻挺一现身就风靡全场 英才表示出席双向元的正式场合有点紧张 不过高硕态也这种棒球 两人不愁没话题聊 那觉得来到这边之后可以聊到很多棒球跟很多一些历史 那我也觉得很开心 那也知道高大使这一次有到那个峰卫park去开球 那有请问他有问过他的那个心情 因为在那边包括连自己在投球都会特别的紧张 对那觉得就是有分享了一下 最近阵风经典赛筹组代表队 教练团有意争招程伟英 英才则回应必须由协会通知球队一切尊重球团安排